近来随着网络迅速的发展 各式各样的科技商品不断推陈出新 透过这些新科技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有趣 我们在很多的环境被受限制的情况之下 未来虚拟实境将可以带给我们 可能即使不用到实际的环境世界 都有办法体会当地实际的状况 我人没有到或是说人没有办法到现场 甚至说很多东西你会被假设出来的 你都必须先被模拟 而这模拟的过去来讲 我们从过去的2D到3D 到现在整个从3D的环境的概念来讲 这样的一个趋势来讲 对于未来的探勘这个世界的脉络来讲 它显得相当的无限可能跟发展 这也是为什么HTC这次Five提出来之后 能够得到大家这么样的经验 DailyView网络温度计从上万个网站 以关键字分析出十大话题新科技生活大数据 第一名是HTC Vibe 第二名是电动机车Gogoro 第三名是Apple Watch 其他还有3D列印 空拍机、车联网等等 过去我们要空拍可能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 可能我们要注意台直升机 甚至这样一个高度的一个人力配置 那现在呢可能只要有办法操作 那种平衡的空拍机在一定的视野高度上面来讲 我们就可以在一定的稳定度的情况之下 看到我们想要表达的视野 大家对于这种电动小机车的部分来讲 相当的一个青睐 怎么说呢 第一个它节能又环保 那节能环保的前提之下 我们往往会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说它到底能不能被市场的价格上面重接受 从它当初的一台十几万 到现在降到这个一台可能六七万块钱这个价格 那它随着价格慢慢的一个往下的趋势里面 当然接受率就提高了 今天每一个人的每个位置 同你的手机 我就可以开始定位你的位置了 像最近Facebook的出现说 只要你愿意开启你的定位功能 你就可以知道你附近的朋友 究竟在做什么事情 是在迷你多远的位置 当我们人人都处于一个 能够被监控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的隐私权 这个问题会不会再度被提起这个争议 这些新产品与新科技 绝大多数已具备相当成熟的软硬体技术 因此当使用者日渐增多 应用面不断扩大时 这些看似科幻的明日科技 也就悄悄地进入了你我的身边